什么样的装修经验会让你连续三次都找同一个设计公司呢 我想那是因为张鑫团队最懂得屋主要的淡雅跟温暖 让每个空间都有舒服的角落 也让屋主能够轻松地拥有美好新生活 这是我们跟屋主第三次的合作 那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其实是当中经过六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屋主会再选择张鑫设计团队 其实他一直很喜欢我们张鑫每次风格里面那种淡雅跟舒适的感觉 那经过这六年呢小孩从小小孩变得稍微大一点的小孩的时候 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生活方式啊跟生活习惯一定跟以前有所不同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讨论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收纳跟 比如说他的空间动线 那屋主他也回馈给我们 其实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六年来这三次的合作 他发现呢张鑫除了风格的一致性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的品质各方面的延伸 那我想这个家一定是最接近他们最想要的生活 每一次来到张鑫的空间 听到他在描述屋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 你们就是朋友一样很熟悉 那么今天呢这一次跟屋主是第三次合作了 应该是更有默契了吧 那先生呢是水瓶座 然后他其实给我感觉就是那种书卷器是比较浓厚的 然后就是彬彬有礼 很喜欢阅读 那太太呢是巨蟹座的 你看六年前我见他 然后一直到我们同事都在讲说 其实他都一直没有编 真的啊 就他很会保养 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生活的感觉 比如说他会收藏一些异品 就是每次只要谈到他喜欢的事物的时候 他其实心里就像个小女孩 而且他也是一个好妈妈 对 所以感觉这一家人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 对不对 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舒服 这个屋主连续三次找你做设计 而且他都指定要彰性的美式风格 所以到底有什么魔力 他们都不会腻吗 应该是说这个风格 它其实即便你过了十年二十年 它看起来一样的耐看 那其实它主要是在于这些精准线条拿捏 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国外看到这些线板的比例 它是比较大的 对啊 那其实你回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 嗯 比如说屋高屋宽 包含你看到窗外的世界 其实是都不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这些线板比例我们都是有改良过 然后再重新规划出来 它的耐看就在于说 你要使用线板这件事情 你要很小心 对 比如说你的门啊 比如说它四周的比例该要有多少 然后线板下到刚刚好 才不会看起来太腻 就是它的深浅大小 还有包括像天花的造型 嗯 然后它有漆的颜色 对 你漆的颜色的浓淡 然后你应该要刷到哪一个糕点为止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精准的那个配算上 我们都有比例 所以空间你即便一段时间以后 你看起来 如果说你的空间 比如说你使用过 它比较有藏污了 你只要刷色过一遍 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空间的感觉它是耐看持久的 那么这一次跟之前的两次 整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空间的规划上面 那应该是讲说 它们其实一直很喜欢那种比较 像张欣梅是这种淡雅很舒服的空间 那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在给它空间色彩的时候 都会希望尽量加进一点颜色 可是先生就是 它们喜欢的感觉是片子比较白 然后那时候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原来这样子比较干净的感觉就好了 然后到了这一次的时候 我还是试图的 那时候在效果图的规划的时候 就是加进了颜色 结果它们还是喜欢原来的 对 其实包含像我们用的一些那种取手 然后照明的方式 其实它都还是喜欢原来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张欣梅的空间就是非常的耐看 就是看不腻啊 所以还是应该有一点点些许的变化吧 有 这一次我们在提供这些家具的建议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次的家具有加进一些比较现代元素 譬如说有一些铁键的感觉 或者是在那个餐桌面 它会用一些其他的素材去搭配 那屋主也能接受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还满开心的 还开心了 终于可以接受一点点的变化了 对 而且你刚才有跟我讲说 这一次你们在沟通上面 又是更细致 其实有很多精致的一些设置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就要谈谈屋主的生活 常常就是会规划出国玩 然后他们也喜欢就是说去逛书局 他们逛书局其实都会花蛮多的时间 是全家人一起 好棒喔 然后就会去吃美食 那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屋主 其实它对于生活的那种品味跟细节是相当多的 然后所以我们在规划它的生活的范围的时候 其实像比如说先生很爱看书 然后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藏书 所以它很重视这个书墙的感觉 然后包含就是说它有DVD 所以就是我们在DVD的这些设置 跟它未来要增加收纳的时候也都会特别考虑 那另外就谈到太太 其实它收藏的衣品就是 其实女生看到都很喜欢 它就是很浪漫啊 因为你知道它每次谈到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眼镜都会放光 发亮对不对 它的那个衣品其实都很精致 所以就是我们在帮它规划这些衣品展示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希望像是那种精品柜的那种专卖店一样 就是它每一个单品造起来的感觉 其实都要是漂亮的 其实张欣你的空间就是处处都是景 像我现在坐在沙发往玄关一看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景 但它其实不是只有漂亮而已 它还很实用 对就是我们在玄关空间的规划上 除了好看实用也很重要 对 譬如说我们在玄关 在穿衣巾的后方 它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储物空间 那里面它规划的抽屉啊 细节 包括挂闪的地方 它都很细致 然后 包含就是说我们的鞋柜挑高的地方 可能你进来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那个大楼 你没有办法把鞋子摆在外面 对 你可以就放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刻意拉高 就是你回来的鞋子 可以绽放在底下 很方便穿脱 然后包含就是因为屋主喜欢 有精致感 但它又有舒服度 所以在玄关的地平 我们用一个比较淡雅的食材 去做整个铺设 然后再进到这个 我们活动空间 它就是比较舒适的木地板 其实呢我发现每一次来到 张欣的空间 每一个角落都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 接下来呢 我们请张欣带我们去餐厨去看看 参俗区对女主人就非常重要了 尤其是今天的女巫主 她是一个家庭主妇 对而且她们的生活非常有疑似感 就是她喜欢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会帮小朋友准备早餐 然后就在那个厨房空间的中导 让小朋友用完早餐 再送小朋友去学校 所以就是在这个整个厨房的利用 其实她很重视 而且当初就是我们在讨论设计的时候 本来希望说整个厨柜 是围着旁边建立起来的 但是她就是希望一定要有一个中导在中间 要是我跟你做设计我一定也要中导啊 这么美就是一定要 而且是每个女生梦想中的中导 对不对 然后其实像在餐厅这个区块 也是一家人的生活的中心 那这个房子的格局呢 其实睡房的部分都是在最左跟最右 那中间的部分就是家人的活动中心 所以在餐厅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比如说他们吃完晚餐之后 那先生呢就会在这里 教小朋友一些功课啊 或者是谈话 那这个空间呢 其实是很好的空间 很舒服的对不对 而且后方还有一个展示柜喔 对因为这展示柜 其实就会收纳 就是收藏了 就是太太喜欢的一些收藏品 其实就是女生看到就是很浪漫的杯子啊 然后包含就是茶壶啊 然后下方呢其实就是 还有就是打开以后还有一种抽盘式的抽屉 打开以后它所有收藏品 它是非常好收纳跟拿取的 哇我想坐到这边 整个感觉心情就很好 但是其实我还有看到 有一个完美的家世间耶 对应该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吧 如果夏天洗衣服去晾衣服啊 那真的是满生寒耶 其实家世间呢 我们希望坐得舒服 希望从室内的感觉整个延伸出去 哇我觉得生活在这一家的这个女主管 真的是太幸福了 不过张欣你刚才有讲到说 男主人她非常喜欢阅读 所以她有很多很多的书籍 所以这一次你在书房的配置就 设置了两面整排的书柜 书的收藏也很多 对 所以男主人就希望 其实都是整面书墙的感觉 然后包含就是说我们会给她一些少量的玻璃柜 她有一些展示品的收纳 包含就是书桌的部分 像我们书桌底下 这个部分在大轮使用 我们就尽量不会做抽屉 我有发现耶 对为什么 你要跟观众朋友讲啊 因为你常之间阅读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挪动姿势 对 那你在抽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你的脚就容易卡到 它没有那么舒适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活动是自如的方便 所以你看张欣真的是很体贴的一个设计师 对 然后你刚才有讲到说 男屋主他非常喜欢看DVD 对 那他放在哪里 DVD的收纳 其实我们另外有给他一些整排的柜子 那这个柜子一打开 一般我们DVD收纳可能它是直白 然后整面 对啊 可是没有 我们希望它的量是可以增加的 所以他打开以后 里面全部都是抽屉式的 它可以放到三排的DVD 对所以 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柜子里面做收纳 对 然后如果有抽屉的时候 是 我其实都会让它看得见里面的东西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通常的抽屉我们都是把风起来的 所以你也忘记了 哪一格放什么 你可能还要这样开 对 其实这个就是说细节 你有重视的一个好处 对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餐厨空间 这是一个活动中心 是 所以就是在厨房啊餐厅跟这个书房 其实看起来它都是穿透 因为家人在这里活动 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对方 当你需要一些独立 或就是看空间的感觉 要更静置的时候 你只要把拉门关起来 你就会发现 你有各自独立的 其实当初在规划小孩房的时候呢 屋主其实就有指定说 他一间小孩房要用蓝色的色系 一间小孩房要用绿色的色系 而且呢在阅读的部分呢 小朋友的书柜跟书桌 这些量跟使用 其实都很方便很充足 特别是采光很好 然后包含床的部分 就是帮他规划到双人床 他一度可以用到成年 一开始张欣有跟我们讲到说 屋主非常喜欢你带给他们的淡雅跟温柔的感觉 那么在主卧房就完全的展露出来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在主卧室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不会做过多的设计 比如说像柜子的收纳也不会做的太多 因为我希望回到主卧室的时候 整个眼睛的视觉是放松的 所以在配置的部分 包含配色的部分 我们都会尽量就是温暖和舒适 那么其实呢我有发现 你在主卧房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都有精心的配置过 就是卫浴嘛 卫浴的空间 因为其实当时 其实在屋主 他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对 比如说他在镜面上 他要像三面的这种折角镜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在打理自己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两侧 对 其实他们对这些细节是很要求的 说到细节找你就是没有问题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有跟我聊到说 花花你的那个沐浴习惯是什么 然后你会放很多沐浴品吗 然后你平常的毛巾是大的还是小的 其实当时我是一头雾水 我不知道你问我这要干嘛 后来我才真正了解到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我觉得要做一个好看的设计 其实它是容易的 但是你要把设计做到好用这件事情 其实你就需要思考 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 对 那包含就是说你会买的东西 你使用的东西 那特别我们的屋主 其实都是会有生活品味 对 那就表示他的生活细节是很多的 对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思考 帮他设计 所以就像我看到人在马桶旁边 还有个小台子 可以放手机啊 对 很多的细节你都有照顾到对不对 那更衣间呢 又有更多的细节了 那这个更衣空间 当然我们会尽其所能的去收纳 对 其实包含就是说 所有的抽屉柜子面 然后包含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机灵空间的利用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半walk in的空间 里面也尽量的把它用到满 然后包含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薄柜 里面会做一些小箱水瓶这些的收纳 对 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在设备上 也很重视譬如说这边的厨师效能 因为希望这个空间它是干燥的 所以东西放在里面就不容易坏掉 对 那刚才你有讲到说 这个男屋主它有一间专属的书房 但其实在更衣间里面 也有一个女屋主专属的空间 我刚才在里面我真的都不想出来了 你没有进去看到这个空间你就会微笑 对就是会很开心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你一进去 你看到就是女屋主的收纳的时候 你就能理解就是她 每次在谈论她的收藏品的时候 她其实是很开心的 所以进去的话 我们都有整面的柜子放她的收纳 然后她那边有她的工作做 她也会自己做一些她自己的小东西 对 其实我有发现张欣 你的屋主大部分都是非常会过生活 而且很懂得细节品味的人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注重非常多东西 要求其实也蛮高的 所以相对的我觉得你们整个团队 在沟通上或者在设计上来说 就要花更多更多的时间 其实针对这个部分 我就真的要特别说一下 其实有时候屋主会说 你们其实3D出来 那你是不是马上我就可以施工了 其实我们在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 说屋主怎么去用这个空间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做装修 其实这个费用并不小 对 那你现在做了你就没有得改了 所以就是帮屋主思考到她的生活习惯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实这三次合作下来 其实屋主对我们的服务跟整个设计 感到非常的满意 她说啊如果有第四间房子 她还是想要找我们继续合作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而且这也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肯定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继续坚持我们的服务品质 让自己各方面提升 给屋主最好的服务 想欣赏更多张星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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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